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晚起是今天3月30号进行的2024年第一届世界冠军邀请赛八强战 由黑方鼓励对战白方,十月 那这个比赛呢也是这个才开始举行了 然后他的这个规则基本上就是邀请八位世界冠军 都是我们中国的棋手 然后这个世界冠军的话也是有老牌世界冠军 和现在这个正处在当打之年的世界冠军 像年龄大一点的,比如说像古利啊,罗启和啊 现在这个还在一线奋斗的,比如说党一飞啊,谢小豪,顾子豪他们 等等 所以说这个比赛还是比较有创新性的 好像没有其他的什么赛事像这种比赛一样啊,他是邀请制的 好,我们来看这盘棋 开局,双方都是新小木 黑棋五右角,白棋挂角 然后黑棋小肺,古利和十月的话,这个棋风可以说非常相近啊,都是力量非常大的 那古利呢,又被称为古大利 然后十月呢,又这个外号逞军一条龙 所以说这盘棋一定是四杀非常激烈的一盘 这两位也都是曾经我们中国围棋的第一人啊 开局在右上角,先选择一个这个AI时代的定势 然后白棋尖冲,黑棋飞刺 左下这个定势继续走的话,黑棋是二路飞 然后白棋有这个二路逼住的,也有直接简单一点,从三路逼过来 黑棋尖三的话,白棋可以配合这个尖冲的子 挡下来之后,再维控 这也是一种不错的一个走法 实战的黑棋率先出击 拆尖夹,白棋尖顶手脚,非常契合的一手 黑棋阵头,从这手棋开始就打起来了 白棋挡下来,黑棋贴住 扳了,再虎,这个都是一选 黑棋尖刺破眼 然后白棋再打入,都是一选 白棋这样下呢,就是打算把这个右下基本上就给弃了 然后通过这些先手,把黑棋底下的这个边空稍微打消一下 等会儿再来针对这个左下两颗子 接下来白棋右边分头 不断的再把这个局面给打散 黑棋逼住之后,白棋大跳 又是一选,黑棋拐吃 底下的白棋确实不太好活 比如说你这个脚上扳一个 断打,再长 那黑棋可以打这个,再打 等你拐头的时候,黑棋就不用靠这个截针去杀你了 就直接打下来再立,因为白棋下方只有一只眼 外面呢,你扳,他就断 那白棋够呛 所以说那只能弃掉 实战白棋是顶了之后扳,黑棋断 当然白棋也不能白棋 这个地方一定要周围有所借用 有所搜刮 接下来打了之后长,黑棋贴住 白棋再搬 然后黑棋断 白棋挺头联络 黑棋长一个,白棋跳出 这个基本上都是唯一的下法 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了 白棋这一挺头 底下要被白棋贴起来 那这个下方潜力太大 所以说黑棋压住 白棋拐头 黑棋大跳出来 现在呢,这个右边其实白棋没有安定 所以说像这里的点刺 让黑棋沾上 你再贴回 坐眼的同时掏空 是非常大的棋 实战白棋还是比较大局一点 往中间走 因为左边的这个模样 就靠中间的子去扩张 那你不点过来的话 黑棋病掉 把这个毛病补好 接下来白棋再大飞 黑棋也是抓住这个棋型的缺陷 靠近来 白棋搬一个黑棋 从这儿反搬 这个地方黑棋的这个招法 可以说非常的犀利 因为这一走的话 白棋基本上这个棋筋要留下 你断打他肠 再沾黑棋断吃 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吃通 解决了中间这里的这个联络问题 那实战呢白棋先往上大跳 想便宜一下 黑棋反刺过来 黑棋的这个棋啊 可以说是步步紧逼 不给白棋任何喘息的机会 他的意思就是先便宜一下 等你贴回来 变重了 他在右上提掉 双方呢都在互相的试探 然后下一手棋真的是这个 惊爆眼球啊 就直接往这儿碰一个 这个就感觉看得不像是围棋啊 双方这几手棋在空中漫步 这个棋很抽象 我们来看看什么意思 就如果说黑棋冲 白棋肯定是搬这个 联络 中间你冲一个 他可以这个断打完之后贴住 因为马上还要再贴出去嘛 吃两颗棋筋 黑棋要拐打 然后他刚好再从上面这个贴回 黑棋顶 白棋在这儿等于说 先手就把这个眼位给搞好了 不过这个想法真的是非常的独特啊 这种棋下出来 真的是想不到 那实战黑棋也不跟白棋纠缠啊 就直接尝一个断打 这样呢消除白棋在中间的 这个剩余的借用 那白棋往上贴住啊 这样联络 下一手棋其实黑棋正常来讲 还是应该把右上角给吃通掉啊 这个是最为稳妥的 实战黑棋还是比较贪控 他走的右边的这个贴 要把这个边控全部给拿到手 那白棋站上作战 这个棋啊 一个是双方力量很足 碰撞非常激烈 这个棋还有一个难点呢 就是考验这个判断啊 因为这种棋的判断是很难的 动辄就有一块棋 两块棋 形成了一波大转换 就非常突然啊 这个转换很难 AI的建议是黑棋虎在这 然后呢白棋右边搬 黑棋可以这样尖顶 就等于说白棋要把右边套掉 他必须挤一个 卖掉上面三颗子 然后连回 黑棋后一个可以提 这个是AI判断 黑棋还可以 实战的黑棋是先往脚上送一个 然后尖 还是把右边给撑住 那白棋夹上去 这样黑棋上面这块要遭殃 这个就是看个人理解了 这个棋也是快棋啊 没有这么多时间给你去想 接下来黑棋尖一个 那对于白棋来讲 要想把上面全部 吃的比较干净的话 那就沾一个比较好 实战呢白棋也不太肯补 则是底下的这个斑 还是想扩张这里 然后黑棋上面虎一个 贴住白棋拐头 那这个棋的话 下一手黑棋这个夹是夹不太 夹不到了啊 因为你夹白棋可以沾了 让你度过 然后他直接往中间这里去封锁 纵然黑棋拆个边 是可以活的 但是外边被白棋这一走 一长再一飞 你还得再脱脚啊 这样去后手活 这样白棋整个这个左边半盘 基本上要竣工了 那这个黑棋你这个右边 本来已经围到六路 这个空看上去还挺好的 在白棋面前完全就是小物间大物 这个控制不太行的 所以说黑棋还是断外面 白棋拐一个 黑棋打吃 这样呢 尽可能的不让白棋围的那么顺利 然后白棋飞出 上边黑棋的这个尾巴 基本上是算死棋的啊 因为你以后如果说打这 白棋可以先打这个 因为你要提的话 他直接就沾上 黑棋断不入气 你要提三颗子 那你付出的代价就是 外边被白棋提通 这个黑棋也不一定划算 所以说可以视同 黑棋这个上面几颗尾巴 已经死掉了 接下来黑棋往底啊 斑白棋长 黑棋脚上一斑 留下来点味道 压住白棋再长 那反正AI给出的判断 就是黑棋七上面 这个棋亏了 胜率呢在十几左右 不过这个棋很难啊 这个不是说AI 说黑棋胜率低 这个棋就黑棋一定不行 这个后面难搞得很 像底下这个变化 如果你要走近的话 就是打了之后压住白棋断 但是黑棋也没必要 现在去走 只不过以后这儿留了一个缺口 你要想破空 或者说攻击白棋中间这一块 那就有这个把握 实战的黑棋左上碰一个 这个棋那白棋自然是不能这样走的 如果白棋傻乎乎的 这样搬了力 那被黑棋随便拆盖 那你左边这个空荡然无存 刚才这个花费的一切努力全部白费 所以说白棋夹击是可以说指此一手 然后黑棋夹进去之后 然后黑棋夹进去之后搬住 这个白棋拐头 黑棋靠牙 这个可以说是标准的一套腾螺 然后如果说白棋断 那黑棋就给了 可以打了之后沾 你要杀脚 黑棋将来拆一个 也很舒服 实战的白棋搬这个 黑棋顶住 这样就已经把这个断给补了 这个就是教科书士的下法 然后白棋打持 沾上黑棋 尝进去 白棋再断 这个右边打的是 这个昏天暗地的 左上再次开战 这个双方也是 对抗强度非常的激烈 打了之后白棋长 黑棋如果说要 直接在脚上火的话 那挡下去吃三颗子就可以 不过这样呢 遭到白棋这么一打一贴 你脚上再补棋 将来白棋这个 比如说贴珠之类的 都是先手 你还得继续挡下去吃子 那白棋周围 还是能长不着空的 实战黑棋就往外冲 丝毫不退缩 白棋打 那黑棋就不能沾了 再沾被白棋一贴死掉了 这个冲 外边这个断打都没用的 这个都是黑棋气不够 那黑棋从这冲出来 越下越乱 白棋上边搬一个 然后提掉 黑棋打吃出来 再打白棋粘节 黑棋跳方 逃跑 然后白棋中间 再来一个大跳 还是要瞄着分段黑棋 这个棋下的真的精彩 没有一点垃圾时间 之后黑棋 小尖 白棋唬一个补断 然后黑棋中间点刺 这个棋可以说是 当前一个绝对的先手 白棋如果说不补 倒是可以杀左上角 就是你贴下去 然后再夹一个 再来个斑毡 黑棋局部是死的 因为这个棋毡的话 被白棋这么一顶 你猴一个他再 你拐一个他一猴 冲进去的话 白棋直接夹一个 这个局部已经掩杀了 但是呢 这样白棋杀这个不好 因为你杀一个角的话 底下被黑棋压 中间再来一手尖 那白棋周围的子 全部死掉 这个转换是不成比例的 这个明显是 黑棋的获利更多 所以说这个刺白棋 还是要跟着沾上 然后黑棋左上挡住火角 白棋再往上冲 再冲就没用了 再冲黑棋顶一个先手 拐一个 你这个这团鱼形 还要通过这个 一二路的混合爬行回家 那被黑棋打 这个棋 白棋毫无作用 所以说就贴住 黑棋拐回 白棋还要再跑棋 这个棋真的是一环套一环的 让人这个喘不过气 这个稍微计算力差点 根本跟不上他们的这个节奏 然后黑棋打了肉冲 白棋沾上 这个沾上的话 这根棍子 黑棋吃不掉 因为你即使挡住 这样受气 白棋跳一个 中间就可以联络 实战黑棋沾 然后白棋搬 黑棋再跳 这个跳的话 就是把黑棋大龙的眼 给打出来 而且白棋现在不能去 打吃破眼 因为你打了之后沾 黑棋上面这个挖就成立了 本来你不交换 就是 你不交换的话 这个棋 黑棋挖是挖不动的 因为白棋有这个打嘛 双打吃嘛 现在你要是把这个打 跟黑棋沾交换 那他这一挖 你再断打之后 他从后边一打 这个就直接变成道铺了 白棋还是死 所以说这条龙 白棋不太好杀 实战白棋往这个左边贴住 要围底下 黑棋上面虎一个 中间几个 然后白棋底下打吃 再断 把这个残子都给收掉 那黑棋也是把上面给吃干净 然后这一吃的话 黑棋的这个尾巴就复活了 之后白棋左上角扳 黑棋断打 那这边 也就是像实战一样 白棋最多搞出来一个结 你要尝的话是净杀不了的 我们来看这个变化 黑棋可以断打 你要是按照这个大头鬼来杀黑棋 再打 再打 然后扑了之后 大头鬼 脚上再跳 看似好像眼杀了 但是白棋要出一个问题 就是黑棋外边吼一个 他脚上点一个 再从外边去冲断 你这个里边是不太好收气的 你收了一口 下一口就不入气了 你得从外边收 等你从外边收之后 黑棋左边一贴 这样刚好黑棋快棋 把白棋全部杀光 所以说脚上是眼杀 但外边白棋扛不住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这个场一个想进杀 是行不通的 实战白棋翻打作结 那黑棋翻打 白棋踢结 然后接下来这个棋 也是特别难 胜率立马 呈现大角度的倾斜 就双方下一手 都降了非常多胜率 这个棋AI的建议是 黑棋打底下 先把这吃通 然后白棋打的话 黑棋再提 等他提掉之后呢 再去断吃中间 然后白棋如果说 把这个中间这颗子冲掉 左下全部围绕的话 黑棋再打这个结 就等于说黑棋的收益 就是底下提通掉 不用再收气吃了 中间这个地方 把白棋弄死了 损的话是损了 这个中间被白棋冲过来 左下角可能会掏掉的空 然后这个结还可以继续打 就是这么几项指标 实战黑棋是并啊 那等于说就 继续往左下掏 那白棋中间可以跑 这个棋如果说白棋断打 再往底下打的话 这个胜率是可以 一直保持住的 不过这个判断也太难了 这好几个地方 纠缠来纠缠去啊 就算对着AI看 这个棋也是云里雾里 因为牵涉到的 这个转换太多 像这样走完之后 左上角的结还继续打 然后中间这个地方 黑棋又可以断吃白棋 白棋翻打完之后 从这儿打 黑棋再拐打 然后再打这个棋 反正这个棋 我对着AI看 就头疼不已 如果说 你不仔细去 把这个形式判断判断的话 那根本搞不清 怎么走才能转啊 特别是像这种快棋 基本上凭着感觉下 实战白棋补中间 那中间的这个黑棋补活 你如果说不走 像白棋这里断打 这里打吃啊 把眼一破 上边两颗子一沾 黑棋大龙是要死的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直接吃回去 之后白棋左上沾 把这个结消掉 那黑棋底下一打一提 白棋提掉 这样的话 黑棋还是占据的优势 因为左上脚 他没完全死 就黑棋随时可以去作演 作演完之后 你扳他铺结 就是脚上有一个打结眼 打结活 然后虽然说 这儿形成打结活 但是黑棋中间这个地方 狠了一颗子 然后可以直接接进去 把这个空掏一掏 反正这种眼花缭乱的操作之后 还是黑棋优势一点 接下来白棋小肩手控 底下黑棋大伸腿 白棋回进一个大伸腿 之后黑棋肩顶 白棋底下冲一个 扑一个打持 因为这个结黑棋不敢打 打的话 马上被白棋再提掉一手 这个底下要再提 这个全得救回来 这个结太大了 所以说黑棋沾 然后白棋打了之后 沾上 黑棋发动左上脚解针 这个应该是最后胜负出 提截之后 黑棋底下贴住 这也是一个大的结材 可以把这个残子全部拉回来 白棋中间一打 左边一路立 这个是已经把这个截给消掉了 因为有了这个一路硬腿 黑棋再提截的话 白棋可以扑这个 你提这个 他就提上面 这个局部就变成一个连环截 去杀黑棋了 这个也是一个补棋的 虽然手机 接下来黑棋左边冲 白棋团 底下有一个半段 黑棋连回 然后把这个右边的大身腿给连回来 黑棋站 白棋底下冲 后面就是一些小关子了 没什么东西了 我们直接把它看完吧 后面也没什么讲的必要了 反正这个黑棋最终 还是把微弱的优势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然后结果就是黑棋赢四分之三子 那这一盘棋的话也是相当的精彩 这个双方可以说厮杀不停 这个棋不管结果如何 谁输谁赢 至少看的还是非常过瘾的 不过呢 也有些头疼 这个毕竟眼花缭乱 每个地方的战斗 都可能会牵扯到其他地方的一些转换 这个棋下的还是 这个计算量可以说拉满了 那鼓励也是非常不容易啊 现在等于说已经这个 在这个退居幕后了 已经淡出这个一线棋手了 还能在这个大赛上面 在战胜现在仍然在一线奋斗的 这个十月啊 这盘棋的胜利也是来之不易 好 那这半棋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了光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